666666 嗨 我是六指淵 網路上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分身的特效影片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簡單達成 但同時我也要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只有我跟你們可以知道 消息不可以外揚 那在這之前先讓我介紹 三個常見的分身製作方法吧 綠幕去背 你只要有一塊綠幕 就能透過AE去背 輕鬆複製 擺放在任何你想要的位置 多重殘領 這蠻好玩的 你只要確保相機不動 先拍攝空的背景畫面後 演員再跑進畫面內 靠簡單的特效就能製作殘領 遮罩分割 我們需要腳架讓相機的畫面固定不動 接著 演員在畫面的不同位置做出韌力動作 那如果想要讓後置 輕鬆一點可以注意 不要讓身體重疊到 那在旁人眼裡 你會是一個對著空氣講話的怪胎 喔 沒事 我們拍片而已 警報解除 六龍 可以出來了 喔 終於可以出來透透氣了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大家並不知道那些分身其實都是真的 我們避免被抓去做一些不人道的實驗 只好對外解釋說這些都是靠後置達成的 像那常見的三大後置方法就是我們研發的 方便說服別人 為了就是確保自身安全 將能力隱藏起來 那什麼人會獲得這樣的能力呢 其實很簡單 而且可能就出現在你我的生活周遭 或甚至你自己可能就是 邊緣人 只要你夠邊緣 就有機會開發出分身術的能力 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邊緣等級 如果你一個人吃飯 一個人在家 或一個人看電影 都會增加你的邊緣值 那當你累積一定的程度後 它就會具現化 複製另一個與你相同外貌的分身出來 網路上有些創作者 邊緣到可以一人分飾多角 這就更是印證了我的說法 我有時也會將正能力拿來拍片用 你卻減輕了不少後置的負擔 所以了解真相之後 請你把我說的話當作幹話 你原本就不相信的話 那更好 請你維持你的立場 你得不斷的提醒自己說 分身這種東西本來就是靠後置達成的 麻痹自己的想法 這樣才能保障我們邊緣人的安全 那影片結束囉 這次影片也請謹慎轉發 告訴你值得信任的朋友就好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追蹤六指淵Huber 每週六晚上六點準時發布影片 掰掰 消 instagram 學費